感冒了很难受 然后就去掉眼水 然后就急诊的护士长 他过来说 哟 这不是参加好声音的那个周深吗 那妈唱的声音蛮高的 生病起了吗 也是蛮可怜的呢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七期节目中 流畅的出彩表现 收获了全网观众的一致好评 遇到任何问题都不会选择逃避 迎难而上的性格 确实感染了不少的观众 就连偶像周深 都对其赞不绝口 回到录音棚后 加油团还聊起了快慢的问题 胡海泉觉得杨丽跟毛不易比的话 显然杨丽更快一些 只见毛不易脸上写满了问号直呼 我慢吗 喜剧人周深随即回应道 你特别快 你都要超速了都 两个人像说相声一样 不经意间 就把这些的喜剧效果给拉满了 你特别快 你都要超速了都 行了 被英丽静提问 有参照人吗 毛不易还get了周深 觉得自己比周深节奏快 周深也不负众望 回怼道 跟我比 很多人说话都是慢的 节目组还看热闹不闲事儿大 后期给周深 加上了速度70卖 别和我比快的花子 参照我吗 没有参照人吗 没有 周深吗 那跟我比 很多人说话的速度是慢的吗 对 紧接着周深就自曝 在一些节目中采访当中 还被记者给降速了 死话一出 毛不易难以置信 为了让毛不易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 周深还特意打开了0.5倍速的讲话模式 多得全场嘉宾都笑得前仰后翻 张传岳一脸迷惑 居然还能给周深降速 真的是闻所未闻 我有发现后面我自己一些节目的采访 我被他们降速了 还可以这样吗 声音怎么弄不像我 我听说 因为我听说话声音这样 我听说声音就变成这样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不止一次 就连周深本人都觉得特别搞笑 声话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而且最好玩的是不仅是一次 连起高尚跟流畅两名实习生 看到林燕一生出现 情绪释放的表现后 毛不易再次被主持人get 毛不易觉得自己压根就不需要出口 但周深有不一样的看法 觉得毛不易的日常情绪波动 就像一张新电图 全部都是非常小幅度的 毛不易日常的情绪波动是这样 基本上就非常小幅度的 你是情绪是很稳定的是吗 陶勇则是采用大脑和小脑同时兴奋的方法 来修刻自己的边缘系统 虽然所有人都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 当时出来的画风 简直就能尬出天际 周深还补刀 你说了个啥 不得不说 周深才是这档节目最大的看点 不愧是接耿小王子 张恰还说 该节目录制时 嘉宾会不会请毛不易 树不知常驻嘉宾就是毛不易 两人在石家歌手晚会中有过交集 从毛不易的口中可以得知 张恰在学校期间也是一个风云人物 还是学生会的成员 不少观众看完这期节目后 还特意跑去微博关注了张恰 看完他们的暖性互动后 李不言再次成为了全员讨论的焦点 通过李不言 还在周深身上延伸出了很多观众 不为人知的事情 周深诚意满满 说自己见到班主任后 依然想要逃跑 而不是走开 恨不得立马消失 相信不少的观众都和周深一样 没有任何理由 就是看到班主任会下意识地躲避 但就周深现在的影响力来看 班主任应该看到周深跑才对 直接扑向周深要签名合照 当然了 这也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总而言之 这档节目既有笑点又有正能量 值得我们永久收藏 细细品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